探索活动 杠杆的作用 取一本较重的书平放在桌上 然后将小纸放在靠近书底部的边缘 并设法施力将书抬起 可以感受到小纸需很用力 并很难将书抬起 拿一支笔放在靠近书底部的边缘 然后将第二支笔伸进书下 以第一支笔为支点 形成简单的杠杆 同样利用小纸 把第二支笔的尾端向下压 设法将书抬起 可以感受到小纸湿力较少 并可轻易将书本抬起 将第一支笔的位置慢慢远离书 再用小纸把第二支笔的尾端向下压 设法将书抬起 可以感受到当支点的第一支笔越远离书 就需要出更大的力 才能将书本抬起 想一想并与同学讨论 利用以上不同方式抬起书时 感觉各有什么不同 使用杠杆抬起书 会比单独使用小纸 会比单独使用小纸抬起书还来得容易 而利用杠杆来抬书时 当支点越靠近书 越容易将书抬起来 力举为力乘以力弊 当势力所产生的力举 当于抗力所产生的力举时 就能够轻易地将物体抬起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